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部片出现是12月15号上午8点 我们要讨论香港时间12月14号 知道议息结果, 香港或者美国的反应 市场反应 香港升得少, 但美国升得很夸张 何志光, 其实爆山说的东西好像说佛街 你喜欢说他要加息也行, 你喜欢说他要减息也行 或者暂时不加息也行, 爆威尔的帐篷是中间 FOMC有讨论过减息的时间, 也不希望排除继续加息的可能 说完了, 什么都行, 但是没所谓了, 这些 接着就是party time, 整个美股 买对的sector 一晚就升回一个星期的那些 或者是很夸张, 这些 其实就是他和华尔街合同的 华尔街的魔法师是否和他合同的 爆山你作为联署局主席 你要持平的嘛 总之就是你讲一些东西出来, 讲一些佛街出来 那我们不是夹的, 会不会是这样呢, 合同的 因为这个一向都是这样的 你想想之前市场已经反映了 它是不会加息的啦 这次是吧 都知道的啦, 全世界我想 楼下喝茶的那个信嫂都知道的啦 牛头葛阿苏都知道的啦 那现在开这张牌, 其实有预期啦 要不这么兴奋啊 还有刚刚撞正年尾哦 年尾算花红哦 那也都想到一样东西啦 如果你是基金大的基金经理 你知道华尔街是玩这一套的 那打死都沽了香港, 沽了中国先啦 免得跟客人解释啊 那跟着, 跟着就直接就是 掃这个美股咯 年尾赚回5%好, 10%好 分行都分不少了, 大佬真是 所以这支棋, 哇, 真是连尾这次 那我们看完下面啦 就是某, 某, 某, 某 这第一次都可以提前啦 今天开始呢 又弄多一剂, 哎呀, 好事就一落落 美灵秀,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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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 r 4. 8. 3. a,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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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啊, 啊, 啊 这个是十点半的时候写出来,那何志光,喂,美股那边 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一齐真是,喂,就是happy time 道指升了五百几点,今晚没跌了,你看到 现在我们做节目就第二晚了,没错了 跟着他宣布那晚就升了五百点 现在我们做节目那下,没特别回头,再升多一百多 没错,那真是,喂,其实 因为他晚上昨晚香港时间,两点多才开播的 我睡醒的时候,那些东西升到真是挺重要的 那我们看看美元指数,好吗? SPU,SDP,可以,知道 何志光,你补补现在美元指数多少呢? 其实现在,这个是基金数,97点多 那我们美元指数呢,数字就是101.8,跌穿102 没错了,没错了,没错了,都跌得很急啊 你看看下面的图图,就是昨晚发生的嘛 对不对?这里的游戏价格由991 摔下去97点多那边 那就是差了1点多来的 跌得很快啊 很紧要,这个是美元指数来的 那所以呢,其实你看到他 摔穿了之前的低位啦,那如果摔不上去呢 那就恭喜大家啦 你买那些非美货币 全部都会得益,那黄金昨晚又升得很厉害 所以这个是主题啦,这个,这个是整个市场 美元转弱 美元转弱,跟着呢,美债升,那美国投人得人 美债升,那就是美债有人要的,ok? 那其他央行不要,好,我那些投资银行啊 那些民间里面的资金就买美债啦 就是我们这边这些香港人就买美股啦 就是这样啦,那就是美国就出这个 增加资金大门,然后看日耶稷 日耶稷之前就没有弹过上去了,141 今天还弹 niche,怎么样 冲上升轨, says 142 所以我之前所说的,非美货币是一个主角 这个十年期债息,哇,真是,今晚也弄了2% 39.21,即是十年期债息跌穿四的东西 这个对美国比较理想 对美国来说,他很想这些债息不要那么高 没错了,没错了 因为政府要卖出这些美债,要给利息出去 如果美债债息高的话,其实政府的负担重 所以一听到美债债息跌,其实美国政府是很开心的事 没错没错,另外一样东西,美股那边我就不要那么老套 经常都是S&P500,做一些小件一些 SOXX,这个就是Semi Conductor的指数 Semi Conductor很多时候领先Lesdaq,其实导致和Lesdaq 这些都是属于妖物来的,因为什么叫妖怪的妖呢 因为这些ETF里面的元素Semi Conductor 都是比较周期性重的,上下大的看幅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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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两年前2021年跌下来之后呢,现在他打横走这边穿回顶线 那会不会被他复活成功夹到妈妈都赢不到呢? 他上面的阻力位大概是70元左右,很厉害,如果夹上去就四成了 会不会这样呢?那些小型基金IWM那些,Russell 2000那些 其实都升得OK的,OK?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好了,我们走去看黄金,上面那张就是这五天的图 你看到,零零射射射,爆山说不加息,黄金就1980 扯到上去205040那边,即是60元美金,就这样慢慢扯上去 那他之前的顶是2100上面,那那个就有这个亚洲社园做的 那做过那个之后很快就回来了,那究竟会不会四顶而穿呢? 那就是何智光,这个美言党的玩法,那有少少玄机在下面 GDX半导体,不是半导体,GDX是黄金金矿股的ETF来的 是,其实他昨晚,黄金升二点几个%叫劲,其实他自己更劲 即是高低位,我现在看他成两个多,差不多成七百个%高低位 而他收现在那个价呢,是上次黄金二千一元的时候那个价 即是看到我橙色圈圈着就是上次做顶了,ok? 那今次这么快站上去呢,会不会金矿股准备穿顶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为美元的结势是真的,黄金穿四顶的机会都很大 那其实严格来说,金矿股和银价其实就未行,即未行的 只不过还在一个很大的trading range里面 那所以呢,如果之后这些商品爆升,我想都是金融界的大事 因为全部这些走势已经租了三年四年时间了 那你看港股,港股营赴基金那里,何志光 在这里 ok,其实港股真的缺善逐层,高开,收了下来 二十二点,即是0.4%,科子更惨,只剩0.3-4% 那就是明玩香港股市的大户,他不赖你,他就不是什么了 搞事都在,我真有这样形容,今天的腾讯就倒跌的, 就是数据很少啦,但曾经升过3.4%差不多,阿里巴巴又是跌下来,是轻微负数 其实没什么消息的,这些没什么坏消息的,他就只是跌 就是这样啦,其实我自己不想对港股太过悲观,都留意的 都想过,会不会他今天开的时候都想,会不会他做到个底出来呢 已经因为市缘一万五千多,一万五千尾那里 那我最后都不出手的,最主的原因就是我看着他那些腾讯那些压了下来 不像是想上去,其实等到吃饭,那其实是切中的啦 你在那天早上做到多少OK的图形出来呢,你吃饭那时候都看光了嘛 发觉基本上就是被人压住的样子,然后下午收市的时候看到就掉下来啦 就是完全都不是美股那边,华尔街那边那种的欢乐气氛啦 那咯,其实有些股票应该升的,何志光我们上次也提过啦 就是我们不是喜欢友邦,不过在利息向下的情况之下,美国利息向下的情况之下,债券升的情况之下 这些友邦这些保险公司是有点好处的嘛,所以升3.5% 那近期那些手机股呢就在那里炒来炒去的,所以小米实物高位啦,美团又轻微负数啦,何志光看完那张 嗯,那跟利息有关的,顶尖升4.6%啊,这些就夹淡仓啦,那楼上那四条9网易之前很强势 那高开了之后呢,最高做到168元,那收到163元相差成4.5%啊,那这些就是明昂的啦 这些之前那么强的股票,那所以我大家都是要很有耐性地去对待这个港股的啦 那美股那边开party,那跟到就跟咯,是不是先,就是玩这个游戏 难道真是真心信他下年减3次息吗何志光,就是你信还信得 就是我自己也有个怀疑啦,就是减3次息下年,是不是 就是�인卡组局社群 acc group, hashtag整个人介绍 是不是就是减3次息的呢,我不排除他有可能性,但是 我们真金白银去投资的,难道真的这样信他,跟着all in 所以我自己的心态都觉得是 就是大家都估认它,可能他都会骗我的啦 但是没所谓啦 大家都信外面整条街都信这件事的 要炒一转的有兴趣的不是跟咯 那何志光有什么想补充 那时间都差不多了 总之我就觉得打金融战啦 我也是那句 你港股应声不声啦 就逼基金经理就临过圣诞之前 就打了香港的基金把啦 香港的港股把啦 就是这样啦 股民都是的 股民都是一样的 所以没办法啦 香港这边的大户就收光了 那边就开派对 但是不知什么时候会戏院走火 或者突然间山杂放狗咬人的 怎么知道啊 鲍先生出来认真说加息就行咯 那又可以玩得转啊 那何志光 没有投资意见 纯粹吹水 ok 好 拜拜